我們的M,這資料部分多一個英文的 畫面上面這個V的部分 這個比較簡單,這個預設的 然後主要最難的是這個Layout的部分 Layout的部分的話,我們是Linear Layout 再加上我們需要的這幾個版型把它排一下 記得這個預設是水平的 那裡面有兩行字,所以這個地方用垂直的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程式部分來看一下 基本上大致上也是延續剛剛的那個 就是先宣告,那宣告部分的話 第一個只有一個Layout的View 所以我們宣告一個LV01 那裡面的話,因為有資料 資料部分的話,總共會有三種 一種是圖的部分 那圖要怎麼處理?我們前面用過 建立一個RES、IDS 去把這總共有四張圖 用整數的方式 因為R裡面是放整數的編號 所以我們將來可以透過這個編號 去抓到這張圖的實體位置 再來就是一個是Pulse 這個是中文的、英文的 然後會有一個Adapter 這個Adapter特別重要,這是MyAdapter 因為我們裡面會需要用到圖 所以會需要用到BaseAdapter 前面有用過 所以記得這個地方Adapter 這個Adapter裡面基本上我們是宣告在底下 這個Class是內部類別 它繼承的Essence 這個叫做BaseAdapter 那這個BaseAdapter是一個Ubtree 就是抽象的類別 抽象類別 抽象類別裡面 我上次講過 總共會有四個方法要實作 也就是說它有四個抽象的 所以你如果有方法 你就要去實作 因為你繼承它 我上次講的一個 算是一種舉例 就像你爸爸跟人家承諾了四件事 那你是做兒子的 怎麼辦 你要把那四件事完成 大概是這樣 或者你爸爸有四個願望 我以前上一代好像都希望你好好讀書 不要想別的事 就是一直讀書 就是什麼 只要把書讀好 好像什麼事情都好了 不過好像後來發現 這個時代改變了 書讀好也不見得有好的發展 不過當然至少努力是必要的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總共會有四個東西要完成 那四個東西是哪四個東西 其實你可以藉由什麼 藉由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你建一個Class 名稱叫MyAdapter 然後這個地方Essence BaseAdapter 那後面大家加個大瓜 如果說你要實作的話 其實在那個Android Studio 有一個組合鍵 Auto加Enter 我前面講過 因為它是個抽象類別 那抽象類別裡面呢 會有幾個方法 有的時候你要叫你背 但不可能背得起來 OK 當然你可以去查 可是有時候查過來 它自己Key 很花時間 所以你就Studio這種ID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所以你按Auto加Enter ImplementSmensus 有沒有 這邊實作 你可以 點亮一下 它會告訴你有四個東西 你要實作 分別是Gascom 總共你這個Adapter裡面 有數量有多少個 第二個的話 你的Item 就是你那個項目 有沒有要儲存一些東西 當然我們前面沒有要儲存的話 也許你就給它入 OK 那有沒有給它ID 如果沒有那就給它0 前面那個Gallery跟Greview 都用NO 不過這一題可能就需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LizW點選的時候 我們有用到一個方法 叫做Gate 什麼 Gate 那個 Gate Exposition Gate 那個Item 就是有沒有用GateItem 這個方法 那GateItem 意思就是說取得裡面的資料 所以如果用GateItem 那你裡面一定要放東西 你就不能給它NO 不然的話 它抓不到 就會產生錯誤了 OK 所以這一題比較特殊 中間這兩個 之前都沒有給東西 但是現在要給 那給什麼呢 給 比如說它抓的是中文名稱 那我就放個中文名稱給它 那ID的話呢 反正我就01234這樣 0123 反正放個編號給它 對應一下就可以了 那Vue的話呢 就是把剛剛的Layout 其實最難就是這個 GateView 就是要把這個Layout 放到這裡面來 這個是這一題最難的地方 那你要怎麼樣把這個Vue 把Layout放到Vue裡面 這裡面會需要用到一個叫做 叫做Layout Infector Layout Layout Infector Infector 如果字面就是實際上的意思 應該是把它幫你畫出來 Infector Layout Infector 這個你用理解啦 因為這東西如果你真的要去把它背起來 還真的是我想應該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怎麼樣去做 我們來看按OK之後 它會幫我把這四個方法做出來 所以GateCount 那我們的GateCount就是它的數量 就是你可以用Boss的長度 有沒有 Dendex 這個程式比較長 我把它一個來看 總共四個東西 填空題 所以第一個 我們這個地方會有一個 GateCount 就是總共有幾個 那就是給什麼 Boss 這個陣列的長度 再來的話 就是說 GateItem 因為在我們後面的程式裡面 在LeaseView呢 點選的時候呢 會用到一個方法 叫GetItem 還是Position 會有一個GateItem 所以你必須給Item 那我們裡面是放那個 就是籃球的中文名稱 就是那個球類的中文名稱 那我怎麼放中文名稱 所以這個地方我可以用什麼 Boss Return什麼呢 它的Position 那基本上它一定是0、1、2、3 那因為同步有四次 所以分別把籃球、足球、棒球、其他 通通都塞到什麼 塞到這個Item裡面 OK 暫存一下 這個是必要的 然後呢 再給ID 那ID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用預設的 它這個Position 基本上也是0、1、2、3 它有點像那個 反正開個模 你就 就是按照順序嘛 一直往下 所以Position也是0、1、2、3、4 那再來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地方 叫Infector 這個地方 那這個Infector 我需要先建一個Layout Infector 所以在這個 我的那個MyAdapter 這個地方 最痊癒的地方 先宣告一個Layout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Layout Infector 的這一個 這個這個 這個一個 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名稱的話 我叫做MyInfector 這個Infector裡面它有一個方法 叫做Infector 實際上 你就把它想像成怎樣 把它畫出來的意思 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這樣 把後面的這個Layout 我們的Layout 就是剛剛產生這樣 把它畫出來 那畫出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用一個物件來接它 就是ConvertView 這個ConvertView的話就是 在GateView裡面 我們可以View 這個View裡面呢 我們可以放的一個 算是一個什麼 算是一個畫面嘛 那個畫面就是 這個第一個動作是把版型放過來 可是版型放過來之後裡面是空的 特別是Layout裡面放過來這裡面是空的 所以我們要分別填上什麼 再放一個圖 再放一個文上下 放兩個文字 所以你必須建三個東西給它 還滿麻煩的 底下一個InfectView 兩個TestView 而且必須要直接在這邊 直接建它那個有沒有 建物件 特別說這個建物件的方法 跟我們在Uncreate的做法 其實還滿像的 那只是差別是 FindView把ID 是由ConvertView裡面去FindView把ID 因為我們是去Layout裡面找 那裡面的話呢 因為我在Layout裡面 會有一個名稱 這個叫做 IMG Logo TestName跟ENGName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呢 去分別把它找到 找這總共有三個元件 這個時候呢 放在ConvertView裡面 然後再做什麼呢 把我們需要的東西 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所以放一張圖 那怎麼圖把它放進去 SetImageResource 有沒有 把這個 我們產生的R的那個陣列 再給它一個Position 這個Position指的是第幾個 比如說你模組一放 第0個先 然後換下一個 第1個換下一個 那你它會分別怎麼樣 把圖放進去 把兩個文放進去 然後呢 重複幾次呢 0 1 2 3 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它的流程 這個其實 第一個就是先把什麼 它的流程一定是 先用那個Layout Infector 先把這個什麼 載過來 載過來之後呢 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模 那這個模是空的喔 這裡面沒有放任何東西 Layout其實裡面是空的 那你要擺什麼 擺這個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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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物件對不對 再把你需要的圖載進來 那先把什麼 編號為0的先載進來 放進去 放進去 放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丟過來 這個第一個就產生了 它是Adapter是連續的嘛 再來1 就把1再載進來 2 3 沒有了 就結束了 OK 它的邏輯是這樣喔 應該可以理解吧 只是說這裡面好像 弄得有點複雜 但是請特別注意喔 這種用法 如果你要做 比較複雜的版型的話 啊 這個非常好用 像我還有看過 有人在Alan Dialog上面 把一個Infector 一個Layout 載到那個 Alan Dialog裡面 Alan Dialog裡面不是不能放 只是你會不會放的問題 OK 如果你會這一招的話 很多地方 本來不能放的View 只要是一個View 它都可以載入一些複雜的一些版型 那前提就是 你要先把那個版型畫出來 再把你需要放的物件放上去 再把你要的資料丟進去 它就會幫你產生那個 OK 這個觀念如果有的話 只是說這個部分 坦白講是真的相對起來複雜許多 但是不需要去死背 你只要去理解它 OK 那再來的話 把這個View給Return回來 然後最後的話 再把這個Adapter 丟給什麼呢 丟給我們的ListView去Set OK 那Set完之後的話 再來 我們只要再處理什麼 當我點選的其中一個項目 Item Click 有沒有 那我要做什麼事 我這邊只有做兩件 一個是點擊它 那我想說 最好先顯示這個訊息 再顯示一張圖 OK 點擊一張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圖沒有 文字沒必要 你就把文字拿掉 那我就跑兩個 但預設本來是只有跑一個 一個那個TOS 那TOS 前面講過 MagTest應該不陌生吧 裡面的話就是 你的C在哪裡 Gate Application Context 裡面最喜歡的球隊運動是 在利用那個LV裡面 你點了哪一個 它會有Arg告訴你 Arg2 這個裡面 比如說你點了第一個 那就0 它就會利用什麼 GetItem 有沒有 所以剛剛有Item 有放一個Item 那就是用GetItem 再把裡面的東西抓出來 那如果說裡面Item 裡面放東西 那你抱歉 這邊會產生Bug 會產生Exception 然後把它轉換出來 停留時間是一秒鐘 把它說出來 所以這一段 基本上是顯示文字 那顯示圖的話 圖的部分 其實如果你忘記的話 雲端上面 我們好像前面有做過 所以其實我是從那個 第四章裡面的 程式碼 其實就從這邊 這邊還記得 那有時候你懶得記 Ctrl C有沒有 然後Ctrl V 不過當然 最好是可以自己 重新打過來 我想你們這應該有困難的 貼上之後的話 只要改這個 因為這個地方哪一張圖 那我們可以從Arc2裡面去抓 所以我可以什麼 去抓這個陣列 這個是Rs 這個是對應到哪一張圖的 這個陣列 所以這個後面的話 SetImageResource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中刮弧 然後藉由什麼去知道哪一張圖 Arc2 所以你打個Arc2 Arc2就出來了 就是 就是參數 這個參數 理論上int 那我就可以抓到 然後位置的話 它是8成050 我覺得可能太上面 0100太高 我把它改成50 其他的都沒改 大概就是 把剛好東西貼到這邊來 改了這一個 改了這一個 呈現出來 最後呢 我們來看 基本上我圖有把它縮小一點 所以點擊它 它會先秀這個中文 再秀一張圖 大概是這樣的效果 如果說你要做更複雜的話 自己再去變化 OK 不過這一題最難的應該是在 這個Base Adapter 裡面的這個部分 尤其是什麼 上面要創一個那個Layout Infect 就是有點是畫面的 它叫什麼 把你畫出來的那個Layout Infect OK 然後呢 這邊就用Effect的方法 去把你的Layout給叫出來 那它有兩個參數 所以我這邊 第一個參數是哪個Layout 第二個是是不是Group 如果不是就給No 我就可以了 其他的話 就分別把這邊完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今天大概 這個 尤其是最後那個Layout Infect 這個還蠻好用的 往後很多地方 本來做不出來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利用Layout Infect 幫你畫出來之後 放在某個地方上面 OK 那這個我還蠻 看到還蠻多 有人就是說 把圖把紋 通通都放在有一些原件 尤其是可以想要做一些美工效果 比較漂亮一點的地方 像你會發現Layout Infect 本來是不行的 但是藉由這個地方 它可以幫我做出這樣的效果 感覺還蠻好的 那最後Toast的部分 我是直接從那個 我們第四章裡面的 之前講過的那個部分 直接拿來參考 OK 那當然這個部分 我程式碼沒貼上去 你們自己找一下 啊 好 好 哩 您 是